第一个那个today这个地方 那今天日期啊 请各位使用那个插入函数里面 请找到日期与时间函数里面的那个today 这边的话你可以用那个日期及时间函数 那这个也是下一个礼拜上课的重点 我们主要针对这些 让各位了解怎么去计算日期 怎么去计算时间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观念 ok 然后呢 这边当然如果你要取得今天日期的话 你可以用today 然后没有任何引数直接抓 ok 那算年龄的话有两种算法 一个是用year-year 就是把日期的年 因为一个日期里面会有三个资料 年月日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独立出来年的话 你可以用year 刮符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年 把它搬过去 减什么呢 减这个储存格里面year 里面的字 不过year-year有个问题 就是他如果生日还没到 他也会算一岁 ok 那比较精确的 尽量还是用一个叫dative的函数 不过dative函数呢 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插入函数的时候 他没有放在这个清单里面 那主要的因素 那主要的因素因为他为了要相容 以前旧的四算表比较热门是loter123 那那个里面有 有那个dative函数 可是因为呢 他要把它放进来有专利的问题 所以他没有办法把它放在清单里 可是呢 他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你可以用什么 用自己打的 打一个date 再加一个什么 dative 前瓜糊 那你要给他前面一点日期 逗点 再加上什么 后面一点日期 那后面一点日期 因为会向下填满 所以把2的前面 加一个前的符号 这样子他就固定在第二列了 豆点之后的话呢 再加上一个Y 指的就是说呢 我要比较的是 他的年的部分 OK 当然dative 他最好用的地方 就是算年算月 或者后面还有什么呢 算去掉年之后的月 去掉年月之后的日 这个还蛮复杂的应用 那这个下个礼拜会提到 那我们如果呢 做完之后把他打勾 你向下填满 基本上就可以算出 他的年龄 那户籍 再来就是说 他是否能够请你安养中心的津贴 那这个部分的逻辑是这样子 第一个 他必须要大于等于70 而且第二个是什么呢 而且这个是end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他必须涉及在台北市 或者是新北市 他这个逻辑什么 先end 再偶尔 end里面还有偶尔 其实还蛮多常会用到 end里面偶尔 偶尔里面还有end 可能还有很多好几层的应用 所以层次 我们函数写出来的话 基本上第一个 你可以插入函数 先end 什么呢 大于等于70 低五 有没有 逗点之后的话 第二个有没有 那第二个就再加一个偶尔就可以了 偶尔什么呢 15里面等于台北市 逗点15等于新北市 不过最容易出错的是刮虎 后刮虎 第一个后刮虎是偶尔的后刮虎 在后面一个后刮虎是end的后刮虎 所以这个可能刮虎不要漏掉 因为今天的同学是漏一个后刮虎 后面如果没有东西 那表示你少了什么 可以看后刮虎出现 他就会有正确的结果出现 当然如果value为true 那yes 反之为no 那就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这个是有关函数的做法 你回去可以试试看 另外的话 后面当然我们还可以VBA公式 把这个公式再用输出 今天讲过 然后 再利用VBA公式 不是输出公式 是输出里面的结果 直接有没有 yes或no 安养中心 当然其实如果你用偶尔之外 其实还可以变外招 就是你不用偶尔 你可以用right 为什么呢 因为台北市 新北市 那是不是可以干脆切后面两个字 如果是北市就好了 那就不要偶尔了 这样感觉会简单一点点 程式也不用那么复杂 所以这个可能 也许可以试试看这两个 最后一个清楚 那再来就是function的练习 插入函数 也许这边制定函数 那会出现什么 安养中心函数 然后年龄跟户籍给完之后 yes或no ok 但是如果说你希望更简化 安养中心函数加个范围 什么意思呢 刷一下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它在旁边 刷一下带两个 我们前面好像在手机函数有讲过 你可以改成用范围的方法 这样子会更简化 这个题目因为今天要做练习 可能时间不太够 所以这一题也许就当成各位回家的作业 回去可以再试做看看 那下一个礼拜的话呢 我们就接着来看有关日期 给予时间函数部分